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嗨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来 我们来看一下2024年的总统大选 最关键一个月 这个人恐会当选 好 大家都看到最近杀的头部有血流了 好 所有的副手都出问题了 我们今天来谈一下 所有的副手为什么都出问题了 我们看一下 好 全国进总成立 赖清德11月4日首场台南联合竞选成立开始 12月3日台北最终场 不到一个月便从南到北举办了23场造势大会 各地进总联合成立大会 本场全国即台北市进总成立大会 除了赖清德 萧美琴之外 蔡英文 苏贞昌 陈建仁 表立民 陈时中 也都亲赴现场凝聚全台支持者的气势 所以他们花了很多钱在办这个造势活动 但是有一个问题 我等一下好好来跟大家谈一谈 他的副手萧美琴也被举报了美国籍的问题 好 我们来看一下用选票挡下 那清德12月1日晚上至高雄 替立委邱志伟助选的时候 帕翁侯友宜的认同九二共识 恢复胡茂协定 政见是出卖台湾 民进党这次选举立委席次一定要过半 才能阻止韩国瑜当立法院院长 我们看下来呢 第一个呢 如果韩国瑜这种话外之人 真的去当了国民党的第一位呢 立委 那如果他真的当上了总统以后呢 那韩国瑜呢 当立法院院长是势在必得的 谁能挡下呢 如果今天呢 民进党又要在立委席次过半 那赖清德又当选总统 跟现在几乎没有什么特别的差异 我想特别的差异就是他 台独今孙的外号更令人有点紧张 那有些人更害怕 那可以用很多很多不同的形容词来形容 所以呢 我们可以看到呢 赖清德的联合造势呢 是非常强而有力的 好 双重国籍 2024年总统大选即将到来 近期因为呢 国籍问题呢 各政党的参选人 备受选民的解释 针对呢民进党副总统参选人呢 蕭美琴 至今仍具有美国籍的传言呢 事实查核中心 调查后表示蕭美琴于2002年就放弃美国籍吗 好 到底有没有真的放弃美国籍 可能呢 请大家还要继续追踪吧 我想呢 如果真的放弃了 那当然他的副总统身份是没有什么不法的事情 好 依赖论呢 近日呢 美国重量级美中关系学者呢 葛莱怡呢 白杰西与柯庆生三名学者呢 共同联名在著名的外交事务期刊发表论文呢 文中也呼吁呢 民进党总统参选人呢 赖清德若胜选因考虑冻结台独党干 但是呢 很多人说他们只是一个学者 他们三个都是学者 所以呢 他们发表的言论呢 像葛莱怡发表的言论呢 就不代表是跟党纲有关系 或者是美国他们的认同 那将宣称呢 遵循蔡英文总统呢 维持现状之处状 承诺呢 固着化及更具可信心 此显示呢 美方知名学者之疑虑 所以呢 美方这几名学者的疑虑呢 到底呢 是不是呢 取得美方的共识呢 我们到现在还不知道 那最近呢 吵得如火如荼的 所有的副手都有美国籍的问题 除了赵少康以外 那么赵少康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说他拿一亿买了中广 那多少亿 多少个亿啊 好 几十个亿啊 所以呢 用一亿呢 魔法变变变变变 变几十亿的中广董事长变成他 那我们当然也要看看 这到底是不是真实的呢 当然这已经爆出来 那可能真实性也很高 那不过呢 我们没有在查证之下呢 我们也不能断章取义 这只是呢 现在爆出来的问题点很多 这些副手的问题还蛮大的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呢 很酸民进党 好 回忆于赵少康呢 在十二月四日举办记者会呢 回忆二十五年前两人出事过程呢 回忆回应民进党抹红 很酸民进党很多人是真的亲中 他可没有 那赵少康则痛批民进党是亲美仇中 何必去招惹这么强大的邻居 更何况呢 还赚对方那么多钱 对 我们在跟中国大陆呢 有合作关系的时候呢 一年光是从中国大陆 赚尽的美金 以千亿计算哦 你们在Google一下 网络上面都有 可以千亿计算 不是几个百亿而已 那所以呢 我们台湾也赚了盆满钵满 那当然中国大陆 也因为台湾的出口 还有呢台湾的进口 互相有利益 这个利益呢就是经济的利益 但是呢 现在搞的呢 互相不往来 国与国之间的 好像冻结了 冰封了 一个在天一个在地 这样子的感觉 或者呢一个在左一个在右 根本呢 处合界限 霸分的很清楚 有必要这样吗 现在呢看起来就是如此 好那也搞的呢 全民炸锅的原因是什么呢 最主要是经济面非常差 尤其是中下阶层的人呢 真的赚不到钱 想努力找方法 都好像呢 摇摇不可及啊 那个口袋呢空空如也啊 那个money哦 还看在前面抓不到 就让我们觉得 生活很辛苦 好 披赖骂菜 慧于近期呢 不在温良攻减上了 反而像是战神一样呢 炮火全开 尤其在披菜政府呢 为什么菜政府不要特征主 嗯 对哦 他是警政出身的 为什么不要特征主 哎 他说的也对哦 就是要呢包庇国家队 包庇特权贪污 也披赖清德自我感觉良好 却看不见人民痛苦指数 创十年来的新高 离人民太远了 蔡总统在2016年选举的时候 在凯达格兰大道 告诉大家 你们离总统府这么近 你们为什么要遭受到 这么不平等的待遇 哦 我现在还历历在目 大家捐了小猪给他选总统 他说 如果这个政府还要给你们巨马 请你们编斗 有没有小编 有小编都说有 就请你们编斗 现在巨马一层比一层更高 更结实 而人民还是被放在巨马的外面 人民永远没有办法 让蔡英文感受到人民的苦难 当了总统以后 真的有变吗 大家好好的思考一下 不再说 在位要磨其正 在位高位的人更要磨其正 国家的苦难 国家的苦难 国家的痛苦 国家人民百姓的辛苦 你看见了 那么 现在 到底百姓要怎么样过日子 好 赖清德还说 这个薪水多一点 叫做 什么 企业在做功德 那为什么政府不做功德 企业老板都赚不到钱 你叫企业做功德 有没有很多大企业真的在做功德 那 那你副总统跟总统有全职的人 有权柄的人 为什么没有想过 政府可以多做点功德 是吧 我们今天不是批判 我们今天只是讲事实 这些都在选举的时候是历历在目的 言语在耳 就像说 他当时要选总统的时候 我爱你们 我爱大家 人民是我的资产 人民的痛苦我都知道 现在呢 人民的痛苦你看见了吗 曾经七百多天关在关顶 我们看不到蔡英文说法 其实讲到这里呢 眼睛要掉眼泪了 心里呢在淌血了 今天不是批判我们的蔡总统 而是当时选举的沉默在哪里 好 所以呢 侯友宜现在也不在温良公前上 炮火全开 那我们来看一下 暗酸科文者 台北大巨蛋呢 12月3日举行首场正式比赛呢 台湾队以4比0完崩南韩 侯友宜在脸书发文感叹呢 大巨蛋为什么不能早点完成 一拖就拖过8年 他大概不知道 我先讲一下 我今天不是跟柯文哲讲话 大巨蛋里面的内部结构 非常严重 而逃生口很小 当然要建大巨蛋的远熊来改善 那没有改善的话 你一个工程 这么浩大的工程 有这么简单吗 但是这个官方的行文 你来我往 你来我往 然后再工房一下 然后跟企业之间的协调 又没有办法协调好 这就是呢 政府为什么很多公共工程都在拖延 而不是光是这一件 好 并感谢台北市长蒋万安 只用一年的时间 证明一个城市的治理 为政者的魄力与执行力有多关键 好我先讲讲蒋万安 蒋万安是值得称许的一个好的政治人物 但是大家知道八年 就像说一个母亲怀胎八个月 现在把孩子生下来 然后生下来以后呢 是不是见头尾了 见头尾了 是不是要养孩子比较容易呢 这不就这样子吗 我讲的是公正的哦 绝对没有替克文哲讲话 也不是替蒋万安讲话 但是侯友宜选总统 当然他要有他的批判 一个八年 现在检验的成果 前人重视后人成阳 那谁在检验成果 克文哲所做的一切 被骂到半死 被骂到脱皮了 被骂到要下地狱了 结果呢 是谁在享受成果 那就是蒋万安嘛 这还有什么可以批判的呢 再早一点 怀胎就必须要八年 他没有办法早一点 但这个在克文哲的任内期间 他也应该要有所检讨 我们今天讲句良心话 克文哲如果说 用这八年的时间 实在是时间也有点长一点点 那么接下来呢 戳汤圆 现在都被告了 国民党与民众党 11月15日呢 举行蓝白和政党的协商 独派团体呢 台湾国认为 马英九 朱立伦 侯宜 跟柯文哲 戳汤圆 提告四人涉嫌违法呢 总统副总统选罢法 以北检以千分呢 选他治案 将四人列为被告侦办 来请问一下 柯文哲第一次到 马英九的 这个基金会去的时候呢 四个人手牵手出来 有协商什么 只是说可能要成立联合政府 或者哪一个人呢 赢的话要当总统 输的人当总统 但是呢 经过了一番呢 这个左戳右袭 然后呢 上下震荡 根本没有 协商成功啊 好 那当然呢 别仅要千分呢 选他治案来将他们侦办 那这是什么样的问题呢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呢 像这样的一个情况呢 这叫做什么 选举的政治什么 后面有个杀字吧 看到台湾的政局 已经发展成这么民主的时候呢 还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当然国民党当时呢 对活雨没有信心 因为活雨的民调 跟柯文哲的民调 是伯仲之间相差不远 但实际上 两个人上上下下 那当然一直都是呢 朱立伦在主导这件事情 那但是呢 可以看到是 赖清德一路领先 现在 大家好好适考一下 县边缘化的危机 柯文哲十二月三日呢 帮蔡碧如复选以后呢 出席呢 蒙甲青山黄祭 整天公开行程只有这两场 被绿营大酸说好羡慕 他的网路声量 现在还是最高的 大家要去看看网路的声量 我查了很多的网路声量 包括呢 街坊 柯文哲 几乎都是挂冠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 一个呢不花钱的人 选总统 他真的是干干净净的 他不会因为要选总统 而到处啊这边举债 那边举债 那当选以后 再来想办法还债 这不是一个 台湾民主更进化的 一个里程碑吗 来我们继续看 公主下凡不耐凡 好柯文哲找来呢 新光大公主现在呢 立委呢 吴兴林担任副首 先是陷入双重国际争 他一句 这是我美国政府之间的事情 持续被沿上 那媒体问及呢 担任副首前 有问过家人之情吗 吴兴林说 那你当记者有问过你爸爸吗 他的兴趣也很多 好 11月三角都的支持率 来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支持率 到底是怎么样呢 好 有这么多的 赖心得一直都很高 你看29.2 36.3 30.5 34.3 34.33 好 那标准值差是2.99 不到三个分析 我有一是23.6 31 28.7 32.5 31 29.4 几乎都输给了谁呢 所有的民调通通输给赖清德 这是11月哦 今天12月3号 柯文哲31.9 胜过赖清德 18 输到脱裤子 然后呢 22.1又输很惨 21.2输得更惨 23输得也实在不好看 23.2 33也输了10%左右 那么 他的 与10月比较 他减了2.9 那 扯长最多的就是侯友仪 整个团队动起来了 国民党整个动起来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呢 这11月19到21 11月24到28 那所以呢 看到这三哈都的五间民调机构呢 第一名还是给赖清德 看到了没有 那现在呢 选举 我一直在讲一件事情 选举是最恐怖的 比打仗还可怕 他就是喔 看是要全军覆没呢 还是一次呢 就打赢喔 变亡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情况呢 来 接下来 民调的交叉 这个呢 是国民党从20.2一直到29.4 那37.3掉到33 其实已经快接近 那这是五间民调8月到11月的民调 25.1掉到23.2 现在呢 还有美丽岛电子报呢 说 柯文哲已经落入神坛 跌下神坛 剩下不到20% 好 那如果即便柯文哲真的是这样子的话呢 那不就是 共主出现了吗 好 那接下来的话呢 在关键的一个月呢 如果以这样的民调喔 如果真的是正确 我还是继续讲 赖清德会当选 因为呢 国民党都被告了 那这个他之案会变成怎么样的分案出来 接下来 最后这个月 柯文哲的民调没有上来 现在是被两党夹杀到快变纸片人 已经快要销声匿迹的感觉 而 这几个人的副手 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 柯文哲的副手也是很能赞的喔 肖美琴也是一个战将喔 也选过立委 然后呢 就不要讲 这个呢 功高正主的 国民党的 副总统获选人是谁 对 赵少康 喔 你还记得 我就是考试 我小编 我常常帮小编考试 赵少康 大家看到没有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 这一局呢 如果这个月 这几个人都被告的话 都陷入官司案 还有一个郭台女 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选举模式 谁会当选呢 我不用讲吧 大家都应该很清楚 如果这几个人都被告 而起诉的话 谁会当选呢 我们给赖清德拍拍手 选举要选到这个样子的话 还有什么民族可言呢 大家看清楚了吧 台湾的总统大选 在最后这一个月的关键时刻 已经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 我活了这大半辈子 经过多少历任的总统 我都觉得情何以堪啊 谢谢大家 先帮我按赞分享 按订阅开启小铃铛 等一下我还没讲到 如果这样的话 以后谁敢出来跟民进党选举 每一个都要深陷官司 还有谁有这样的弹子 可以出来竞选 谢谢大家 拜拜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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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 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